Minecraft 手机版 超酷生存系列 嗨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阿刺 欢迎回来我们的Minecraft 手机版 超酷生存系列 然后这一集呢 是第三十集 诶 等一下 这世界不是没有了吗 事情是这样的 ok 上一集影片呢 是4月1号发布的 当前是愚人节 所以上一集影片呢 是愚人节特辑 哈哈 被愚了是吧 上一集有说到我手机膨胀那件事情是真的 后来我就换了电池 坏掉就没有坏掉 幸好还能使用 当时我说这世界没有了的时候 超多人相信的 还有很多观众时讯我 要把手机修好 不要白白牺牲这世界 所以总结来说呢 上一集是愚人节特辑 呵呵 好啦 那我实际上已经把东西通通摆设好了 给大家看一下 这里呢 就是我们的第一层 哇 上一集呢 我们只是放了一些物品 铺了地上 床而已 然后呢 我就增加了三幅画 对 还有一些花棚 这里呢 就是我们的第一层 然后第二层呢 就是我们附魔的地方 没错 哇 超美的 这里呢 就是我们的附魔的地方 附魔台 而且地上呢 我采用了紫白色的地毯 然后它的摆设方式呢 是现状型的 然后这里呢 就是亮灶的地方 有亮灶台 箱子 这里呢 我放了一些装备的架 有两个铁桩 然后这个呢 就是那个铁钻 所以第二层大概就像这样子啦 然后到第三层 第三层呢 就是我们的屋顶啦 这一层呢 简单来说就是一个储藏室 你们会看到 哇 超多箱子的 然后第三层呢 我采用了压力板 对 这样走起来就比较特别 然后箱子里面的物品呢 我没有分类 因为我真的不够时间 OK 好了 我们的第三层 好 回纪念主题 今天呢 我们要来建造一个超酷 具有魔法力的一个套套 诶 不是 是手套 相信大家最近都有看过一部电影叫做 《复仇者联盟3》吧 那部电影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那个 无限手套 哇 那手套超酷的 所以这一集呢 我们要来建造 无限手套 OK 那我们开始吧 Let's go 那我们建造的地方呢 也要特别一点 所以我们要建在酷酷魔法屋的屋顶上 这样我们的魔法屋看起来就更有魔力了 那我们先到屋顶那里去吧 OK 来到了 由于屋顶是最新的 所以我们要弄平 就像这样 OK 好了 就像这样子啦 首先呢 我们先弄他的手套 那我们就用黄色羊毛 哇 说到羊毛 寻找羊真的好废公 OK 那我们先建手套吧 MING PAO MING P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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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对了,我们里面要采一些火把,不然里面会生怪 哦,里面看起来超大的 OK,完成啦,我们的套套 诶,不是,是手套 诶,等一下,这个角度好像看不到诶 没错,就像这样啦 虽然不是很像,但是我尽力了 接着呢,我们就要放我们的宝石了 无限手套呢,总共有6颗宝石 那宝石呢,我们就用羊毛吧 OK,那我们现在来放宝石 那我们先放哪根手指呢 好吧,就小指吧 小指呢,是橙色 然后橙色的宝石代表灵魂 我们就用这个物品找是框 然后放那个宝石 灵魂宝石 然后下一个就是无名指 无名指是现实宝石 接着中指是空间宝石 然后食指,力量宝石 然后拇指呢,就是时间宝石 OK,好了 然后最一颗宝石呢,是心灵法石 因为那个颜色是黄色 所以呢,我不想再用黄色 那我们就用金块吧 OK,有了 最后一颗宝石 OK,完成了 我们的无限手套 然后看起来 OK,那我们这一集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咯 如果有时间的话,记得给个赞 还有粉丝上去吃咯 还没第六的朋友们不要在下方点下订阅 电影的朋友们不要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这样我们也发影片就到这边下期 然后在FB粉丝之后,找他一直跟着链接 存在影片顺分中,只可以关注哦 OK,那我们下一集再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